美国、法国、韩国对中国互联网烂潮的不安 在美国想打垮社交网络TikTok的同时 韩国和法国正将矛头指向中国购物网站 题目和快时尚品牌现影 在美国,政客们正想搞垮TikTok 或者至少通过让美国投资者收购TikTok 将其穷中国政府的魔掌中斗回 在法国,国会议员们更把注意力放在中国时尚竞争对手Shin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韩国 人们对中国互联网的浪潮有着同样的担忧 3月13日星期三 韩国经济财政部长提出了针对中国购物网站 TikTok的一览子措施 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中国的购物平台Temu已经颠覆了Coupon,Neville等实力雄厚的韩国电子商务企业 自己美国购物平台亚马逊的市场份额已经缩减到27% 而中国的市场份额为48% 感谢观看